今天又出门了,去玩点事 用我的手机拍太阳底下的大地 看看会不会过度曝光 上次我说是曝光,不知道你们做的 可是我觉得曝光好像比较好听 看看有没有过分的曝光,然后好像白凯凯的一片雪叶子 OK,现在来,OK 先停下,check check 先 啊,燕鸣正身啊,确认过啊 没有啊,正常啊 不知道为什么上次前几天而已嘛 拍两条,在树荫底下拍的 跑到 跑到太阳照晒的时候呢 沿途的一点拍的全都是大包光的 一片白啊,白雪雪的白啊 啊,老妈的手机啊 啊,她的那个一个月了 啊,手机的月费啊 啊,满啊 啊,白雪雪像的,我们说 一号啊,一号干系啊,她做 她们呢,她们昨天啊,她们昨天 不知道自己是没办法 每一次她都提前一天了 这什么 说明呢,上次了,其实就让用29天而已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办法 你说换一家吧 换另外一个network公司吧 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也不可以 可能另外一家 那个通讯公司呢 可能也一样 对 也一样 是 让你用29天的 哎呀 所以真的是 很难说很难说 昨天提到了 哎呦 那个吴燕丽 吴燕丽赢了嘛 这个12点74 跟领雨会在去年9月 帮助亚运会所创造 轻轻 打平了 OK打平手了 OK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可能 状态 我也不知道状态可能怎么样啊 明雨为何 而下司令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下司令好像才 才跑第四吧 因为第三名 所以那个老将啊 成家名啊 相当很高 现在下司令啊 就是啊 十三点多 十三点六多啊 四五多啊 所以上次最厉害 就跑到 十三点 哎呦 多少啊 十三点十三啊 最 最好的记录啊 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 一百米短跑 啊 十五岁了 啊 OK 又另外一个 天才少女啊 啊 中国的媒体最喜欢 天才少女啊 从全龙潭到江亭 啊 到那个张子羽 啊 两米二十八公分高的啊 到现在的 啊 成监狱 哇 十五岁竟然跑赢了 两个大姐姐 葛曼旗 和梁小晶 这次梁小晶跑第二啊 梁小晶 也跑那个葛曼旗 因为一直来我我记得 梁小晶都说跑第二了啊 所以近期葛曼旗的状态 应该是不算好 OK 啊 梁小晶可能状态比较好一点 但是 真的意想不到 啊 上次啊 前两个礼拜吧 葛曼旗啊 纯约也跑 也跑过 啊 那一次呢 葛曼旗啊 跑第一 好像跑 就是差一点点而已啊 因为他们两个等 两个的 得分是差一点点而已 这一次 哎 小妹妹终于啊 再接再立 OK啊 终于跑赢了 快到了 姐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你看你看这个 陈姐 他才数字啊 他根本也不是很高啊 这个数字是要省事的 我都不怕技术了 你不要知道 所以你可以想象 OK 他多两 两年后17岁啊 啊 你看到17岁的话 他再长高一点的话 那不得了 再长高一点 那么肌肉再发达一点的话 那不得了 对 再过两年19岁的话 如果他能够坚持跑到30岁的话 那就是未来15年 那么中国的 短跑的 短跑领域了 那 应该是由 这位 小妹妹 陈宇杰来 来 来统治了 所以 江山带有人 考虑 江山带有人才出 福利封少 数十年 啊 这句话 啊 这就 去至于谁 谁的说 我会 不清楚啊 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话 我会请 啊 啊 啊真的吗 那14岁人口的 大国 出几个 啊 天赋 啊 特别特别厉害的 应该 挡感了没有问题的 我想像江萍这样子 要等到8月多才能够知道他的成绩 啊 我个人我相信这是江萍个人的能力 找什么家 找什么枪手 有枪手这么厉害 他们自己出来 除了卡啊 还需要 躲在丢 当枪手 你愿意吗 OK 啊 好啦今天也是 试试一下我的手机 啊 小山丛 啊这里 这个叫肮脏湖 麻眨五 肮脏湖 OK 好啦 也没什么好谈的啦 今天拍到这啦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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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